现在呢我们要再讲第二种我们 时常会遇到的那个tax 刚才第一种是那个所得税 income tax 然后现在第二种是root tax root tax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motor还有车 要在路上行走的话 你都要给root tax so这个是征收on root user who own vehicle including motorcycle and car 所以你有那个motor跟车 罗里啊巴士啊这些都需要给那个root tax 然后那个交通工具的拥有人呢 他需要给root tax 然后before那个原本的那个root tax过期 然后他的那个root tax的过期呢 他会在那边的这一张东西 你看车进前面会有这样的一张东西 然后通常我们都是黏在那个车的 左下角 左下还是左上啊 左下角啊 左下角啊 啊左下角 然后过后那个什么 有root block的时候那个交通警察啊 他们就那不是交通警察 就那个警察啊 他们就在那边 JPJ啊他就会站在你的车的左边那一边 然后他你停下来 他就会看一下你的这期有没有过期这样 ok 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交所得税 有没有交root tax这样 so一定要黏的 然后你自己在车里面看不到 你要在车外面才看得到 ok 然后最安全的方法 让自己的那个所得税 不会有没有那个root tax 不会过期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 找一个专门帮忙人家还root tax的人 啊 然后很有很有那种responsibility的人 来帮你还root tax 然后他每年到时间了 差不多前半个月这样 我我自己本身前半个月这样 他就会打来 哎你root tax要过期了哦 啊 今天要给多少钱啊 然后我给他钱然后他去帮我还了 就这样啊 就有这样的service的 然后通常这一些人都是做保险的啦 因为你更新root tax的时候 你的那个呃 那个moto的tax也是要给嘛 我们在上一课有讲到 那个motoinsurance嘛 是一号宝三号宝 ok 然后其实我们呃 你不要以为买车 你只是每个月工期 然后打油 然后service 然后过路费什么这些而已哦 你每年还要给那个所 那个root tax的motoinsurance的 那边也是不便宜的 几千块的ok 然后所以呃 那些通常那些有做这种车轩的 insurance 他们都会有帮忙还的service的 他们有runner帮他们还 然后你找到这种runner就很好了 他就固定每每一年时间到了 他就会提醒你啊要还了 然后这样ok 然后你他就 你就给他钱他就帮你还 settle 你就不用自己去寄咯 等下你忘记就 就惨了咯 ok 然后 呃 vehicle with expired root tax of more than one year must be sent to postpartum for inspection 所以如果你超过一年了 过期超过一年了的时候 你要更新不能够直接更新 你少过一年 就讲过期少过一年的时候 你要更新 你直接去JPJ那边更新就可以了 然后可是超过一年的时候呢 他要把你的车送去postpartum 然后postpartum呢 就要检查你的车有没有坏啊 黑烟啊 灯啊 那些东西全部都符合他的条规料 啊 然后你才能够更新 ok so postpartum inspection report and tax payment must be submitted to root transport department in order to reactivate the root tax if the root tax is not paid the vehicle will not be allowed to be on the road 然后who is collecting 然后我们马来文就容易啦 JPJ啦 Jabatan 本安古丹 加兰 然后root transport department so 哪里一个department 来收这个东西的 是你们要备的啦 搞不好他有出那个题目 啊 这个什么啊 motor 那个什么 那个root tax 是哪里一个agency收的 然后让你这样勾勾 那连接这样 ok 所得税是哪里一个收的 然后让你连接这样 然后consequences of tax evasion 就是说你没有给所 没有给root tax的话呢 然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continue using a vehicle without valid root tax的话 罚款不超过两千块 ok 好就是这样而已 so 这一个就是root tax ok OK